大家好 所以 選舉之後我們再做一下檢討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幫忙 婚姻平權大平台做網站的一個流程過程 然後 所以 就是從頭到尾 花了可能幾天的時間 幫忙 婚姻平權大平台做一個網站 然後 一開始是 11月12號收掉一個資料庫 我在我的郵箱裡面收到一個 就是說 台北的開團時間 然後我想了解 然後我一直想 就是 我一直腦海裡面在想說 我怎麼可以幫忙 就是婚姻平權做事情 可是 不太了解說 這個流程是什麼樣子 然後剛好收到這個 這個email之後就 打開來看之後 發現是一個google sheet 然後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挺 蠻難 蠻難理解的 就是從 就是有一大堆 時間地點 然後地點的 地點的 就地點都寫得很雜 然後不知道說 可以去哪裡開團啊什麼的 所以我就在那個 G0V的Select上面 破了一下說 他們的 他們的 就是招支援的 招支援者的方式 現在在用google sheets 然後就問說 有沒有讓 有沒有人想幫我 有沒有沒有人想幫我 一起把它做成一個 比較漂亮的一個前端 結果 就幾個支援者這樣子 突然 冒出來了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流程 就是說 大平台更改他們的google sheets 然後工程 工程是把它變成csv 然後csv在git commit 然後上線之後 它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一個 比較漂亮的網站 然後 看起來像 然後 看起來像這樣子 然後 這邊是google sheets 然後更改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結果 又更改之後 就是說變成一個 就是自動更新的一個網站 就是說大平台只要 只要修改一下他們的開團時間 然後我們的API 就會自動 我們會以API的方式 去自動把google sheets上面的資料 拉下來 然後放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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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9號之後 我們 那個Johnson亮也開發了一個地圖功能 就是說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網站上面 隨時找到說 開團的 的那個 比較明確的地點在哪裡 然後 比較方便你去找一下就是說 什麼時候你附近的地方 有哪裡的 有什麼志願者在開團 然後 那個 可是 如果自動更新的話 也造成很多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後台是google sheets 所以 大平台在後面 隨便 就是隨便加空行的話 或者隨便再修改他們的資料的話 我們的網站就會掛 所以掛了很多次 然後 然後 反正 反正就是 然後 這個我們跟大平台的 我們跟大平台的那個 交流方式完全就是用Messenger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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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 如果出事的話 我們就得跟他們報告一下說 這個網站掛了 然後你們的那個數據 需要糾正一下 網站才會上線 所以 造成了很多 就是小小的問題 所以 這就是 這就是開發這個網站的過程 然後 讓我就是 挺 讓我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自己出去發文宣的時候 看到其他志願者都是以這樣的方 就是 以GNV社群開發的這個網站 找到說 他們附近有開堂的活動才出席的 那其實 之後還是要做一下檢討 就是說 這次選舉 不 這次選舉跟公投之後 還是很 我還是感到很遺憾 我們很多社群裡面的人也感到很遺憾 然後 就是說 其實 很多志願者也說 從聯署到現在 我們已經開團半年了 大家怎麼 最後一個禮拜 才出來收割交作業呢 他就是 不了解說 比如說 我們已經 就是有上百個人 在Github上面聯署說 我們是工程師 我們支持婚姻品權 可是一直到 離選舉 可能 隔11 12天 我們才自己主動去 去找說 這個工作是 怎麼去協助 婚姻品權大平台開團 然後 所以 檢討一下是說 我們 身為一些 比較 對於 公民社會 有了解 然後比較有興趣的人 怎麼可以 怎麼 以後 怎麼可以 更加主動去 做這些事情 然後 不要到 公投之前 最後一個禮拜 才出來交作業 這樣子 然後 坑還很多 然後 歡迎大家 來跳 然後 然後 對啊 我 其實 已經 六年沒有用中文做報告了 所以 我就 用這樣子結論一下 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 那時候 美國 川普當選之後 大家都說 問題在於 我們 就是 整天在 我們整天在聊天 聊天室裡面交流 然後必須主動出來開團 掃街 就是 做 公民該做的事情 So Get off Facebook Get in someone's face Thank you 謝謝 Kevin 就是本來只是